面对乌旅人出类拔萃的假动作 杰和龙胜两人被玩弄鼓掌之中 一旁的宾芝告诉杰 乌旅人的足球风格 是依靠敏锐的分析能力 来锁定对方薄弱的球员 然后再集中所有力量攻击 直到比赛结束为止 而在这场比赛中 杰就是被盯上的那个人 宾芝在来蓝色监狱前 就和乌旅人在同一队伍踢球 深知对战这样强大的对手 必须得用自己的长处去较量 杰清楚在一场比赛中克服落地 而弊队的进球也激发了龙胜的兴趣 决定和杰再用刚才的套路进攻 但杰明白龙胜真正的谋 就是想依靠他和林的配合 来打乱对方的阵型带自己进去 这时盯住杰的乌旅人上前低桥 他凭借超快的速度和杰并下起去 台风堵住了给林的传球路线 仅凭一个回合 就能看出对手讨厌的踢法 这就是乌旅人的强大分析能力 正当杰想要创造给林的传球路线时 乌旅人瞬间靠近用身体挤压紧 一旦被挤掉位置球就会被停满 看着已经陷入慌乱的阵 乌旅人嘲讽他不愧是最菜的队友 一旦变成个人战就显得十分 随即用手控制住杰的身体 不让他靠近并将球部住转身 杰回想起刚刚的较量 乌旅人不是在计算与对手的见过剧 就是在防止对手逼 以及保持一定的距离方便调剧 杰瞬间明白乌旅人的技术回信 就是控制距离的手 此时龙胜和红狼也来到前方 面对三人的全方位包夹 乌旅人没有丝毫慌乱 反而露出一抹效应 原来队友隐太凭借人者步伐 轻松突破灵和兵支的防守 并接下乌旅人的传球 这种无球跑动的灵敏性 也让杰大师一听 居然连灵都被他甩掉 随着隐太抬脚胜门进球 比分再次被拉开 面对这种人者技术流 龙胜是越来越兴奋 想要迫不及待地摧毁他 但杰却陷入一丝担忧 就算他们能阻止乌旅人 但还有强大的隐太 面对双前锋强大的破坏力 究竟要怎样才能获胜 追翻就看蓝色监狱 买车就上躲车地 买车除了看配角 还要看看车主再怎么说 点击左下角打开躲车地 车友圈先看看真实车主 用车感受和躲逃避风 已经有车的家人们 也可以进去找找组 兵支向大家道歉他没什么 并说出隐太和乌旅人 在第二轮搭档战胜了很多对手 两人毫无破绽的配合 在蓝色监狱里数一数二 听到队友们的吹跑 林却显得十分不息 表示就是一群杂羽而已 比赛继续节还想和林配合进攻 但却被乌旅人一直盯着 林只好将球传给兵支来配合自己 而兵支也凭借强大的传球能力 与林二过一突破对方的防守 但此时隐太却在前方降临 明白一对一林无法过掉隐太 龙胜跑到球门前让林传球给他 然而牵切却不给他这个机 死死跟在龙胜身边做好防守 下一秒让所有人震惊的事发生 林居然利用龙胜的跑路 趁门将看不到自己的阵队 借助视线盲区来射门得罪 不愧是排名第一的林果然很强 此时我们的男主角也陷入了阵阵迷茫 他还是什么都做不懂